尿尿发现一堆泡泡是警讯,泌尿科医师庄丰冰分享 尿中出现泡泡的原因有四种 分别是沾着尿,尿道不平整,水喝太少,蛋白尿 前面三种都不需要太担心 而且尿中的泡泡通常一下子就会消失 但是如果是最后一种则需要好好观察 若是长期都这样恐异未诸肾脏出问题 需要尽快就医检查 庄丰冰在YouTube影片上分享 在门诊遇到很多病人说医师我尿尿有泡泡 这有问题吗?而小病出现泡泡的原因有很多 大致上可分成四种 分别是沾着尿,尿道不平整,水喝太少,蛋白尿 庄丰冰表示,沾着尿的时候 尿直接碰击到马桶的水面 空气跟水撞击产生气泡 通常这种气泡比较大颗,很快就会消散 第二种则是尿道不平整 有些病人是护腺肥大造成阻塞 或是因为泌尿道手术以后 造成尿道狭窄,会使尿液通过的时候 产生挤压,乱流而产生泡泡 那这种泡泡跟占住尿的情况类似 通常很快就会消失 庄丰冰指出,第三种情况是水喝太少 通常早上起床第一泡尿,因为尿液的浓度比较高 通常比较容易产生泡泡,但只要多喝点水 尿液变成浅黄色就会不太有泡泡 最后一种就是很多人很关心的蛋白尿 正常健康的成年人的尿液中含有很少量的蛋白质 每天约只有30到120毫克 若尿液蛋白质排出量大于150毫克 就是蛋白尿 庄丰冰也说,尿液中的蛋白质过高 就会产生泡沫,且泡沫通常较细致 10分钟过去可能都不会消失 有时候蛋白尿是暂时性 例如说发烧,尿道感染或怀孕都会产生暂时性尿蛋白 但若长期出现则可能是肾脏疾病 例如肾脏病,肾小管,肾脏发炎 而且肾脏病多跟高血压,糖尿病有关 庄丰冰表示,蛋白尿是个简讯 背后隐藏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发现自己的尿有泡泡 可以先等一下不要冲水 观察一阵子,看看泡泡是否会消失 如果不会的话,则可以继续观察一阵子 看看是不是长期都这样 如果是建议尽快就意检查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